老虎作为百兽之王 其战斗力的强悍程度毋庸置疑 近些年有很多人对于老虎与狮子到底谁更凶猛 这个话题一直争论不休 有人说狮子厉害 也有人说老虎更厉害 其实这个话题是没有答案的 甚至很多动物学家都不敢确切地去评价它俩到底谁更胜一筹 狮子老虎在各自的领地都属于顶尖掠视者 其战斗力不相上下 各有各的优势 如果真要分出个胜负 那就是从综合实力上来对比 老虎要比狮子更强一些 如果从心理上来看 狮子比老虎要更加的凶猛一些 其实也并不是所有的老虎都可以打得过狮子 其实世界上老虎的种类分为很多亚种 并不是所有的老虎都有能力与狮子抗衡 今天黑图找出了近代的十种 不同国家跟地域的老虎综合战斗力排名 你觉得我们中国的老虎能排第一集 大家好 我是黑图 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 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 记得长按点赞三秒 给黑图个霸气鼓励 谢谢 排名第十的是巴黎虎 巴黎虎作为丛林之王的虎类中 是垫底的一员 它垫底也是有原因的 最主要的就是它的体型 巴黎虎是近代所有老虎种类中最小的一种 雄性巴黎虎的体长约为1.15米 尖高82厘米 体重也就在200斤左右 作为一个老虎 却跟小型美洲豹的体型差不多 甚至还不如美洲豹大 如果把美洲豹跟巴黎虎放在一块单挑 巴黎虎很有可能被按在地上摩擦 我们都知道 体型相当的情况下 美洲豹的优势是高一老虎的 但从敏捷度就已经把差距拉开了一大截 不然美洲豹也不能有捷豹这个称号 巴黎虎作为世界上体型最小的老虎亚种 其实早在1937年就已经宣布灭绝了 灭绝的原因就是遭到了人类大量的猎杀 在那个年代 虎皮在市场上的价格很高 导致当地人开始肆无忌惮的猎杀巴黎虎 只为剥取他们身上的皮毛换取利益 还有人拿他们的骨头泡酒制作药材 在贪婪的人类面前 即便是丛林中的顶尖掠视者 也只能眼瞅着自己的同类 一个一个的被杀到灭绝 却毫无办法 排名第九的就是印度尼西亚的爪娃虎 这个老虎气息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娃岛 它也是属于体型较小的一类 不过要比巴黎虎要稍大一点 雄性爪娃虎的体长可达2.4米 体重约250斤左右 别看它个头不大 这种老虎最尖锐的武器 就是它粗壮的牙齿 跟虎掌上可伸缩的力壮 它捕猎的时候异常凶猛 迅速且果断 这种老虎比较会打算盘 它本着会消耗最小的能量 来获取尽可能大的收获为原则 来攻击对方 如果它察觉到 烈士对象的体型比它有优势 或者可能比它有优势 爪娃虎是绝对不会贸然的 去尝试攻击对方 形势特别的谨慎 简单点来说 就是没有把握的事 它是绝对不会去干 稳如老狗 不幸的是 这种老虎在1988年 被印尼政府宣布灭绝 灭绝最主要的原因 依旧是人类 20世纪初期 爪娃岛上生存着将近上万头爪娃虎 自从荷兰的殖民者 进入印尼之后 便开始对爪娃虎进行大量的捕杀 只是为了得到爪娃虎的皮毛跟骨头 随着殖民者跟当地的人口越来越多 爪娃虎的栖息地 短时间内就被挤压得寥寥无底 直到它们永远的消失在了这个地球上 人类才开始对它们的灭绝感到惋惜 排名第八 离海虎 同时它也叫新疆虎 波斯虎 地域不同 教法不同 世界上普遍都叫它离海虎 离海虎是近代所有老虎亚种里 体型第三大亚种 雄性离海虎的体长可达2.9米 体重约在450斤左右 体型巨大 特别的强壮 离海虎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 我们都知道 虎独不狮子这句话 但是这句话并不是对所有的老虎都有作用 离海虎就是个意外 雌性离海虎一般一次可以生下三到四只幼崽 但是正常情况下 能活下来的幼崽不会超过两日 因为在这三到四只幼崽中 瘦弱的或者生下来就死掉的幼崽 会被雌性离海虎吃掉 从体型上来看 离海虎的战斗力按理说应该是名列前茅的 黑土之所以把它列为倒数第三 是因为以上这三种老虎在地球上都已经灭绝 即便离海虎的战斗力再强悍 但是1981年 它已经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正式向全世界宣布灭绝 曾经的王者有很多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 接下来就是现存的猛虎 排名第七 苏门达拉虎 它是现存的体型最小的亚种 分布于印度尼西亚的苏门达拉岛 这种虎的体长加上尾巴约有2.3米 体重220斤左右 体型较小 它们主要生活在苏门达拉群岛的热带雨林 别看它体型不大 这家伙特别的凶猛 它的体型虽然不大 但是它捕食的猎物体型可一点也不弱 小一点的有野猪 豪猪 大一点的比如鳄鱼 幼年犀牛 幼年的大象 都是它们的捕食对象 由于生活在热带雨林 它们捕食猎物的主要手段 就是靠偷袭 就是猛的一下窜出来 吓到你腿软 然后再对猎物进行疯狂的撕咬 作为老虎 战斗力可谓是相当强悍 当然 如果苏门达拉虎跟狮子去干仗 那毫无疑问 必死无疑 不过要是跟美洲豹干的话 那还是有可能获胜的 再这么说 毕竟也是老虎 各方面的气质都不输美洲豹的 排名第六 马来亚火 这个家伙的身份就比较高贵了 虽然它的体型 只比排名第七的苏门达拉虎大不了多少 但是人家是马来西亚的国兽 国兽这个东西就比较厉害了 它们的地位代表着一个国家的精神象征 它的地位就好比中国的大熊猫 俄罗斯的北极熊 美国的美洲野牛 地位那是相当的高贵 马来亚虎的体长约2.5米 体重大约在230斤左右 同样也是特别的强壮 虽然在现存的亚种中 它的体型排倒数第二 但是如果比起身份 毋庸置疑 它绝对可以名列前茅 马来亚虎的主要捕食对象 同苏门达拉虎差不多 都生活在热带雨林中 猎杀对象也都差不了多少 排名第五 华南虎 也叫中国虎 它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老虎 主要分布于我们国家的南方地区 广东 广西 浙江 湖北 四川 重庆 包括河南 大部分南方地区都有分布 华南虎的长相特别的漂亮 体型偏重 体长约2.5米 体重300斤左右 相当的凶猛 《水浒传》中 武松赤手空拳打死的老虎 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就是华南虎 如果东北虎没有去南方旅游 那武松打死的绝对就是华南虎 现在有很多人觉得武松打虎 这个事有点不靠谱 其实如果武松打的是华南虎的话 还是有可能的 毕竟华南虎体型还是偏小的 如果换成东北虎 那雪骨传里可能就没有武松这个角色了 到这里各位领导千万不要觉得 华南虎战斗力不行 他可是非常强悍 并且凶猛的 华南虎特别喜欢攻击体型较大的猎物 比如黑熊 马来熊等等 华南虎即便明知道比自己体型大的动物 华南虎也都不惧怕 其实不同的地方老虎性格也都不同 有的就比较谨慎小心 有的凶猛无比 华南虎就属于凶猛的一类 而且它们只吃新鲜的肉 一般来说 一只野生华南虎的生存地盘 至少需要70平方公里的森林 在这70公里的森林里 同样还需要有200只梅花鹿 300只羚羊和150只野猪 才足以成为华南虎的理想栖息地 排名第四 印之虎 这种老虎主要分布在金塞角地区 缅甸 泰国 柬埔寨 老沃 还有我们国家的西南地区 印之虎的体型偏大 体长可大2.85米 体重380斤左右 它也是生活在热带雨林中 它的整体体型略小于非洲狮 它和大部分的老虎都一样 有着极为强烈的领土意识 一只虎的领地意识比较强烈 它们绝对不允许在自己的领地范围内 出现与自己一样的同性 如果有 那就必须要分个胜负 特别喜欢打斗 它的战斗力在南亚几乎没有对手 排名第三 孟加拉虎 孟加拉虎就属于体型较大的一类了 它是一个强大的捕食者 肌肉特别的发达 它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具魅力的巨型动物群 同样 它也是印度和孟加拉国的国兽 有着皇家孟加拉虎之称 它的体长可以到2.9米 体重可达500斤 最明显的就是它的牙齿 特别的粗壮 孟加拉虎的全尺可以长到10厘米 凶猛无比 孟加拉虎的栖息地也特别的广泛 无论是高寒地区 还是丛林沼泽 或者是印度的孤山上 都可能出现它的身影 它们的战斗力异常的强悍 孟加拉虎天生就拥有非常强悍的捕猎技能和威慑力 并且它们的攻击性特别的强 脾气是所有老虎种类中最暴躁的 野生孟加拉虎几乎会主动攻击 出现在它眼前的一切活物 即便是体型巨大的成年亚洲象 见到孟加拉虎也会选择绕道 孟加拉虎出色的战斗力 在动物界几乎无人不小 它的捕猎手段特别的强悍 就连世界上最大的白只野牛也都可以猎杀 好 第二名 东北虎 毋庸置疑东北虎是世界上现存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 它的体长将近三米 三双尾巴 全长将近四米 体重可达600斤瓦上 东北虎的皮毛是所有亚洲骨最厚的 也是最结实的 它们生性内向 都为一切凶猛 它们的战斗力就不能用强悍来形容了 确切一点应该说恐怖 它们路过的地方几乎所有的动物都要绕道 东北虎的咬合力将近1000斤 无论从体型还是咬合力来比较 都要比狮子更胜一筹 它们在丛林中出没无常 古时猎物时基本上也都是一招毙命 体型较小的猎物 单单是被它拍一掌 都有可能丧命 前段时间 一只野生东北虎在东北农村逛村 一掌拍碎汽车玻璃的视频 相信很多领导都看过了 这家伙一掌如果拍到人类身上 那必定是没有活路 还有就是东北虎走起路来 也是最霸气的 第一名 狮虎兽 到这里推图解释一下 其实近代的老虎总共就分为以上的九个亚种 最后这个狮虎兽是黑土加上去的 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就好 看了各位领导理解 狮虎兽这个物种黑土之前也只是听说过 没想到它竟然真的存在 狮虎兽是狮子和老虎产生的后代 是雄狮和雌虎产生的后代 它的长相一般都是狮子的头 老虎的身子 体型特别特别的大 比所有的狮子老虎都要大 它的体型最大可以达到900斤 狮虎兽有老虎的特征 也有狮子的特征 两面各遗传一些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形成了弊端 就是狮虎兽的体型生长不受控制 从它出生期就会不断生长 直到它的身体不能承受为止 同样也是这一点 导致狮虎兽的成活率很低 大多数的狮虎兽看起来都比较呆 并且它的免疫力也很差 特别容易生病 成活率极低 从小就体弱多病的狮虎兽 对比其他大型猛兽 战斗力略显尴尬 虽然它的体型巨大 但是由于身上的各方面都不协调 可能天生就不是个恋无奇才 如果不受人类圈养 狮虎兽在野外 几乎无法独立生存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觉得很不错的领导 记得帮黑图点个赞 谢谢 你被狗咬过吗 你知道被狗咬到后危险性有多大吗 我们都知道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 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对人类毫无威胁 你知道吗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 全世界每年有高达上千万人被狗咬伤 上万人死亡 其中大多数都是老人和孩子 经过研究表明 狗占所有动物咬伤的50%以上 占比非常的高 当然狗也不会无缘无故的对人类发起抗击 通过观察发现 狗每次向人类发起攻击 都是有原因的 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对它们缺少了解 不同品种的犬类性格都大不相同 看上去温顺的不一定不会咬人 而凶猛的也不一定见人就咬 今天这期视频 黑图找出了世界上最容易攻击人的始中狗 带各位领导一起了解一下这些危险的恶犬 大家好 我是黑图 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 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 记得长按点赞三秒 给黑图个霸气鼓励 谢谢 好 位列第十位的就是松狮犬 这是一种原产于我们国家的一种犬 松狮犬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品种 早在两千多年前 它就已经成为皇家宫廷名犬 深受皇帝的喜爱 在古代 这种犬被称为萧萧 这种狗外表虽然看上去比较呆萌可爱 给人一种笨笨的感觉 但实际上 它是一种极具攻击性的中型犬 脾气相当的暴躁 这里指的暴躁并不是见人就咬 它属于那种人狠话不多的一类 平时看上去性格温顺 但这并不代表它脾气好 松狮犬的性情比较独特 与猫的性格很像 比较自我 独立 固执 更明显的是高贵 它们不像大多数的宠物犬那样 去讨好人类 即便是自己的主人 也很难让松狮犬对自己撒娇 因为这种犬的本性就不会取悦主人 陌生人就更不用说了 它们对陌生人非常不友善 如果不是与它非常熟悉 千万不要尝试用手摸一只成年的松狮 因为它们会毫无征兆的向我们发起攻击 这其中也包括松狮犬的主人 松狮犬最危险的地方 就在于它们不喜欢别人逼迫它 或者引导它做它不喜欢做的事情 也就是非常难训练 不过这并不代表它们就难以接近 如果训练得到的话 松狮犬也是一种相当优秀的护卫犬 好 第九个 犬尸犬 这是一种原产于德国的中型工作犬 单看外表就能感受到它的凶猛程度 在很久之前 这种狗一直被当作斗犬 参加各种竞技活动 后来随着人们对动静犬的不断发育 犬尸犬就渐渐地退出斗犬舞台 从而转变成陪伴人类的伴侣犬 这种狗的肌肉很发达 它的肩高可达65厘米 体重可达70斤 对于人类的老人和小孩来说 是具有威胁性的 特别是陌生人 他们对陌生人的警惕性很高 主要就是因为这家伙特别护主 他们对待自己的主人和家人 会格外地忠诚 如果是陌生人闯进他主人的领地范围内 他们就会表现出非常凶猛的状态 来驱赶陌生人 看家护院的本领相当哇塞 如果别人的院子里有这种犬尸犬 千万不要盲目的闯进 最好要让主人带领你进入 如果一旦让犬尸犬发现陌生人 擅自闯进他主人的院子 他们很有可能会对文发起攻击 非常危险 好 第八个 杜冰犬 杜冰犬相信各位领导并不陌生 它是一种极勇猛 智慧 灵敏于一身的优秀猛犬 这种狗通常都是作为警犬 或者一些私人庄园 大型工地 为了工作需要才会饲养的 一般人很少会选择 饲养这种大型猛犬 作为护卫犬 其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种狗的凶猛程度 杜冰犬属于大型犬 它的肩高超过了70厘米 体重最大 更是接近100斤 一般养这种狗的目的 就是处于它的凶猛程度 杜冰犬的战斗力非常强悍 它拥有非常健壮的身体 并且极具攻击性 养这种狗的人 同样需要有健壮的身体和震慑力 如果主要的身体瘦小 是控制不住这种猛犬 在对杜冰犬的咬人调查中发现 这种狗曾经有过多起咬人致死 以及袭击人类的事件发生 它们非常危险 在国外很多地方 几乎没有人私自喂养这种狗 由于杜冰犬过于凶猛 这些狗在一些国家或城市 甚至直接被禁止饲养 好 第七个 西伯利亚雪橇犬 没错 就是哈士奇 各位领导可能很难相信 哈士奇竟然也是 十大最危险的权力之一 近些年来哈士奇给我们的印象 一直是傻傻的 比较温顺调皮的一种宠物犬 但实际上 真正的西伯利亚哈士奇 也是非常凶猛 并且极具攻击性的 要知道哈士奇是拥有狼血统 最多的狗品种之一 它们的野外适应能力极强 早些年 它们是在西伯利亚这种 恶劣的环境中工作的 经过长时间与北极狼群 或北方狼群的接触 才逐渐发展成北方特有的犬种 无论是哈士奇的外表 或者吼叫声 它们都与狼非常接近 至今为止 生活在西伯利亚的哈士奇的性格 其实还是非常接近狼的 它们的咬合力接近300斤 这里的狗 与我们平时看到的 家养哈士奇 是大不相同的 哈士奇的性格多变 即便是平常家养的 性情也都大不相同 有的就比较单小 也有的就比较暴力凶猛 虽然在很多地方 广泛都把哈士奇 列为无攻击性群类 但在全球范围来看 哈士奇仍是一个 对人类具有潜在威信的品种 好 第六个 狼犬 这里说的狼犬 并不是指狼青或者马犬 这一类的狼狗 确切点说 应该是混血狼狗 这种狗是一种 由狗与狼交配 所产下的杂交物种 具有代表性的 有杰克狼犬 萨尔路斯狼犬 和蓝湾牧羊犬 这一类的狼狗 毫不夸张的说 几乎就是半头狼 它们的危险程度可想而知 混血狼一旦长大成熟 它将携带狼的习性 和外形特征 这家伙对人类的攻击性极强 特别是人类的儿童 历年来在美国 已经发生过多起混血狼 撕咬儿童 导致死亡的事件发生 但即便这种狗这么危险 在世界上 仍有很多人认为 它们可以加养 并且觉得可以通过训练 成为家庭宠物 然而经过实践证明 这种混血狼狗的性情 很难预测 几乎不可能完全驯服 这种混血狼犬 在世界上很多地方 已经被禁养 但仍有很多人 在偷偷的饲养 这种微型的品种 区分是不是混血狼的办法 也很简单 主要就是通过尾巴和牙齿 与长相来鉴别 一般混血狼的外表 一眼看上去 与狼非常接近 并且它们的尾巴 一般都是下垂 不能够像狗那样卷曲 牙齿通常也会比较尖锐 锋利 如果看到拥有这些特征的狗 一定要与它们 保持安全的距离 以免被咬伤 好 第五个 豆牛熬 这是一种原产于英国的大型犬 它是由豆牛犬和熬犬 杂交而成的品种 这种狗在19世纪 通常被用来看护庄园或者林场 之所以选用豆牛熬 来从事这项任务 主要原因 就是来自豆牛熬凶狠的性格 这个家伙非常凶猛 对于儿童 或者体型瘦小的人来说 是非常危险的 豆牛熬的体型很大 它的肩高接近70厘米 体重超过了100斤 这种狗具有强烈的攻击性 特别是面对陌生人 它们在发起攻击的时候 通常也是悄无声息 慢慢的接近目标 突然发起攻击 据人们估计 短短10年内 这种狗就曾出现过 高达十几起咬人致死的事件发生 对了 还有一点就是 这种狗对主人相当忠诚 千万不要尝试在豆牛熬的面前 挑衅它的主人 这很有可能会遭到 豆牛犬的疯狂私咬 因为这种狗还有一个特征 就是性格倔强 并且会过分的保护它的主人 相当忠诚 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不是专业的训犬人士 千万不要盲目的饲养这种恶犬 好 第四个 加纳利犬 这种狗在世界上很多地方 都被认为是 伤人致死最多的群种之一 因此遭到了大部分国家的禁养 加纳利犬 原产于西班牙的加纳利群岛 在20世纪初期 这种狗主要被人们用来参加打斗 也就是斗犬 后来随着这项娱乐项目被禁止 这种狗在当时 险些面临绝种 因为这种狗凶猛好斗 在世界范围内 伤人次数较多 脾气相当暴躁的猛犬 这种狗的肩高可达66厘米 体重最重可达100斤以上 浑身肌肉发达 强壮有力 他们性情暴躁 对待陌生人 非常的不友好 尤其是见到其他的犬类 很容易就会激发起他斗犬的天性 从而向别的犬发起攻击 还有就是这家伙精神状态极佳 一旦发起攻击 他们的凶狠程度 一点都不思于丧熬 非常可怕 第三个 德国牧羊犬 德牧相信各位领导并不陌生 他算得上是犬界的明星了 这种狗以高超的智力 与极强的工作能力 再加上他威猛的外表 在世界上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 这种狗在世界上 大多数人的印象里 都是比较正义的 因为他们在全世界范围内 经常以警犬 搜救犬 以及导盲犬的形象 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 给人的印象 通常都是友好的 的确 德牧确实是一种 非常优秀的工作犬 他们非常聪明且忠诚 这些特点 前提是要建立在 他的主人身上 也就是说 如果饲养他的主人是正义的 那么德牧自然也就是正义的 反之 如果饲养他的主人是邪恶的 那么德牧也会从友好的 转变成危险的 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 是因为德牧的智力 他们非常聪明 是一种相对较容易训练的犬主 如果从小加以训练 他们会成为非常优秀的工作犬 但如果从小看管不严 等他们长大之后 很有可能成为一种 攻击性极强的恶犬 据研究发现 从1971年到2018年 在美国所有的纯龙犬中 德国牧羊犬对人类的咬伤是最多的 并且非常严重 早在1999年 澳大利亚就有数据指出 德牧是世界上第三大 最有可能攻击人类的品种 但无奈一旦考虑到德牧 在世界上的受花银程度 导致他的攻击百分比一直在下降 这才让很多人一度认为 德牧不具备危险性 但实际上 它也是属于一种非常危险的品种 好 第二个 罗维纳犬 这是一种原传于德国的大型护卫犬 它们的肩高接近70厘米 成年体重超过了100斤 罗维纳是一种大型的猎性犬 它们非常凶猛 攻击性极强 这个家伙的咬合力将近300斤 一旦遭到罗维纳的攻击 是非常可怕的 不过这种狗只对陌生人凶猛 对待自己的主人会格外的忠诚 确切点说 应该是过分的忠诚 你可能难以想象 这个凶猛的大家伙 是一种非常黏人的狗 它们喜欢时时刻刻 都守卫在它的主人身边 在主人面前 它们会非常温和 听话 听从指挥 但对待陌生人 它们完全就是例如状态 在陌生人面前 它们会非常的警觉 并且会时刻观察陌生人的动向 一旦让罗维纳感觉到 别人对自己的主人有威胁 无论对方有多强壮 罗维纳都会毫不犹豫地 冲上去撕咬对方 以此来保护自己的主人 护卫能力非常强 在中世纪时 一些富商们为了避免钱财被盗 则直接把钱袋挂在罗维纳的脖子上 它就像是一个私人保镖 会无时无刻地守卫在主人身边 也正是由于罗维纳出色的护卫能力 使得它们成为对陌生人极具危险的品种 它们几乎会主动攻击 任何威胁到它们主人的事物 在近些年的咬伤记录中 罗维纳已经确认的 就有高达500多次的袭击 其中有40多人被撕咬致死 非常危险 这种狗对于主人来说 毫无疑问 它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护卫群 但由于其过于忠诚 保护性极强 这对于陌生人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因此罗维纳在世界上很多地区 也被限制饲养 好 第一个 比特犬 比特犬就比较可怕了 它可能是世界上咬人致死 最多的一种狗 据统计在2005年之后的10年里 但是在美国有记录的 比特犬咬人致死的事件 就发生了上百起 估计每年大约有三分之一的 狗咬伤死亡的事件 都是比特犬所为 这种狗之所以会这么致命 主要原因就是出自它独特的身体构造 它不像其他的狗那样会恐惧人类 比特犬一旦发起攻击 几乎就是不死不休 很难将它们甩掉 因为这个家伙的身上 可以分明一种特殊的激素 这种激素可以使得它们不惧怕疼痛 即便是受伤 它们也感觉不到 因此可以使得比特犬可以持久战斗 直到激素水平下降 它们才可以感觉到疼 也就是说 它们在向人类发起攻击的时候 无论我们怎么打它 对于比特犬来说 几乎是威胁不到它们的 并且还会因此 更快地激发它体内的激素 使得它们更加兴奋地 向我们发起攻击 这种狗本身就是一种 好勇斗狠 非常凶猛的恶犬 再加上它天生的暴脾气 一度成为了最让人们恐惧的一种狗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觉得很不错的领导 记得帮黑兔点个赞 谢谢 你见过比狮子还要可怕的野牛吗 你知道被野牛撞一下 究竟多恐怖吗 在绝大多数内想里 牛都是一种憨厚老师的动物 但实际上你知道吗 在全世界 牛的品种多达一千多种 但是野生的牛科动物 就超过了一百四十多种 多数人能接触到的 都是一些人类饲养的家牛 其实在野外 还有很多种非常凶猛且致命的野生牛 这些牛的危险程度 其实一点也不次于 狮子和老虎这种大型猛兽 有些品种甚至比狮子和老虎更加危险 如果在野外遇到它们 一定要与其保持安全的距离 因为一个不小心 就有可能被这种野牛刺穿我们的身体 非常危险 今天这期视频 黑土就会给我领导找出来 世界上最危险的八种野生牛 带给我领导一起认识一下 这些低调的猛兽 大家好 我是黑土 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 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 记得插按键在三秒 给黑土个霸气鼓励 谢谢 好 第八个 非洲野水牛 它是非洲大陆 同狮子一样危险的一种大型水牛 据估计在非洲地区 每年但是被非洲水牛 践踏至死的人数 就高达两百多人 而与其一同生活在非洲大陆的 大型石肉动物狮子 估计每年才造成两百人死亡 由此可见 这种大型水牛被列为 非洲五霸之一 也就不足为奇了 非洲野水牛的头体长度 最长可达3.4米 肩高可达1.7米 体重可达1800斤 这个家伙最致命的一点 就在于它们的性情 它们是非洲大陆攻击性最强 脾气最暴躁的物种 同样也是非洲商人最多的动物之一 在非洲除了人类之外 它们几乎没有天敌 狮子虽然经常会去捕杀这种大型水牛 但是这种水牛也有能力抵御 并且杀死狮子 而且狮子想要成功猎杀一头成年的非洲水牛 通常需要好几头一起行动 所以狮子在一定意义上 并不能算是非洲野水牛的天敌 况且非洲水牛还是一种群居动物 水牛群数量最多的时候 可以高达上千头在一起活动 这时候即便是一群狮子 也不敢轻易地对非洲野水牛下手 再来就是对于我们人类来说 受了伤或者落单的 以及带着小牛的母牛 其实与狮子和豹子一样危险 因为离开牛群的非洲水牛 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 会变得非常谨慎 攻击性也会变得更强 所以在野外碰到这个家伙 无论是一头还是一群 都要远离他们 一定要记住 这个家伙与狮子一样危险 第七个 欧洲野牛 欧洲野牛是欧洲现存体重最重的陆地动物 它的体长可达2.9米 肩高接近2米 体重最重可达1吨 在夏季 一头成年的雄性欧洲野牛 在一天之内就可以吃掉60多斤的食物 看到这里有些领导可能注意到了 它的外形与美洲野牛貌似非常接近 确实 欧洲野牛与美洲野牛同属野牛属 它们的关系非常密切 外表也十分接近 但是除了外表 两者的身体构造却大不相同 欧洲野牛长有14对肋骨 而美洲野牛却有15对肋骨 欧洲野牛的平均身高 普遍也都比美洲野牛更高 腿部也更长 最明显的区别就在于 欧洲野牛非常不容易被驯服 脾气比较暴躁 尤其是每年的7到10月份 在这段时间 是欧洲野牛的发情期 在这个时候 发情的雄性欧洲野牛 会变得非常暴躁 性情蛮横无比 一切靠近它的物体 都有可能遭到它的攻击 无论体格多强壮的人类 一旦遭到这个大块头的冲撞 都是极其危险的 然而即便是这么强壮的一个物种 却差一点被人类灭绝 其实在很久之前 欧洲野牛曾广泛分布于欧洲地区 但是几个世纪以来 随着人类对它们不断的捕杀 早在1927年 这个物种就已经在野外灭绝 只有动物园里还剩下48头 之后人们又开始 对其进行各种保护繁衍 到了1951年 这个物种才被重新引入野外 据估计截止到2019年 全世界的欧洲野牛的数量 约为7000多头 第六个 亚洲野水牛 如果你在乡野田间 遇到一头不明来历的水牛 请千万不要盲目的靠近它 因为你遇到的 如果是一头野生水牛 那后果可能会非常可怕 水牛相信很多人并不陌生 这个大家伙曾是我们国家南方地区 非常常见的一种家畜 它们的品种有很多 在全世界范围内 有多大上百种不同品种的家养水牛 但无论是哪一种 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 那就是野生水牛 野生的亚洲水牛 与家养的水牛性情大不相同 虽然从外表上看 它们并没有太大的差异 但是野生亚洲水牛 并不具备家养水牛那种温顺的性格 而且野水牛的体型 都要比家养水牛更大 亚洲野水牛的头体长度 可达2.8米 肩高可达1.9米 体重最重可达1.2吨 而家养的水牛 体重通常也就在半吨左右 毫无疑问 一头成年的野水牛 可以轻易地杀死一个成年人 野水牛的牛角非常大 看上去就犹如两个弯刀扎在头上一样 相当威猛 它们通常都轰动在一些靠近水源的地方 并且一天的大部分时间 都会在水中度过 之所以这样做 是因为水牛身上没有足够的汗线 通过汗液蒸发 让自己保持舒适的体温 所以只能通过将身体埋没在水中 去调节自己的体温 这样做同时还可以避免 丛林中的各种昆虫的叮咬 再来就是野生的亚洲水牛的数量 极度冰微 全世界大约只有4000多头野生水牛 而成年的野生水牛的数量 可能不足3000头 非常稀缺 第五个 爪娃野牛 爪娃野牛也叫白豚野牛 这个物种与白只野牛一样 腿部的下半截也是白色 它们的体色多数都为黄色 圆看上去跟乡野家的大黄牛很像 身材大小 也与家养的大黄牛非常接近 但是千万不要小看它 你知道吗 爪娃野牛在我们国家 与大熊猫一样 同属于一级重点保护动物 这种野牛最明显的特征 就在于它们的臀部 爪娃野牛的臀部 通常都长有一大片白斑 它们的身材高大 但是头部相对较小 这种野牛的体长 也就在2.2米左右 肩高最高可达1.7米 体重最重可达1600斤 这个物种除了黄色 还有一些个别的皮肤颜色成黑色 黑色的爪娃野牛 远看上去与白只野牛很像 但它们两者却是完全不同的物种 这个物种的可怕之处 主要就在于它们的外形 由于其外形与家养的大黄牛非常接近 所以人们看到它 特别容易会将它与家牛混淆 因此当它们接近我们时 我们会毫无防备 一旦爪娃野牛被激怒 或者受到惊吓 它们也极有可能会对我们发起攻击 因为它们毕竟是生活在野外的野生物种 性情与家养牛大不相同 一旦失控 谁都无法预料 它们会做出什么样的危险举动 所以说在野外遇到 唇部是白色的大黄牛 一定要时刻警惕 以防发生不测 它是世界上体型最小的水牛之一 这个物种的体长约在1.8米左右 尖高仅为85厘米左右 体重也就在三四百斤左右 它的外观整体看上去不像牛 反而与一些羚羊有些相似 但它实际上是一种水牛 这个家伙体型虽小 但是对人类却非常具有攻击性 尤其是年轻的滴滴水牛 它们生性孤僻 并且非常易怒 头顶上那两根尖锐的牛角 就像两把锋利的匕首一样 在发起攻击时 它们会利用尖锐的牛角 疯狂的思想目标 一旦遭到它的攻击 就像是被无数把不算太锋利的匕首 往我们身上扎一样 非常恐怖 这个物种主要都红得在一些热带 和一二热带地区 通常都在一些热带雨林深处 它们与其他的牛科动物不同 滴滴水牛通常都是单独活动 而不像大多数野牛一样成群生活 再有就是它们的寿命 野生的滴滴水牛 寿命最长可达20年以上 圈养的可达30年 切记 在野外特别是人烟稀少的热带雨林里 遇到的任何陌生的动物 都有可能会威胁到我们的生命 哪怕仅仅是一只小虫子 而第三个 野猫牛 如果你身处青藏高原 在野外遇到单独的猫牛 请一定要远离它们 因为你遇到的 如果是一头野生猫牛 那么极有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在青藏高原 猫牛似乎是一种见怪不怪的动物 因为在很多牧民的家里 都会饲养猫牛当作牲畜 然而家里饲养的猫牛 与野生的猫牛 存在着极大的差异 它们的外表虽然都差不多 但是野生猫牛 要比家有猫牛更大 攻击性也更强 特别是单独的野猫牛 离开牛群的野生猫牛的性情 极为凶猛 它们就像是一头孤狼一样 会主动攻击在它面前的 任何移动的物体 包括汽车 千万不要以为躲在车里 就可以抵挡野猫牛的攻击 这个大家伙的威力 足以将一辆吉普车定翻 所以千万不要尝试 利用工具与它们搏斗 因为不论雌雄 野猫牛一旦对目标发起攻击 就会不死不休 直到彻底将敌害铲除 才肯罢休 要知道 一头成年的野猫牛的体长 最长可达三米以上 肩高最高接近两米 体重最重可达一吨以上 外加上它们头顶上 那长达半米的牛角 即便是棕熊见到它们 多数情况下 也都会选择绕道走 在西藏 野猫牛实际上比狼还要危险 在野外遇到它们 野猫牛 在野外如果碰到这个家伙 实际上比碰到熊更加可怕 从1980年到1999年 单时在美国的 黄石国家公园内 遭到美洲野猫伤害的人数 就是熊的三倍多 它是美洲最危险的动物之一 美洲野猫 主要都生活在美国 和加拿大的一些大平原地区 除了大平原 在一些西数草原和寒带森林里 也有它们的身影 一头成年的美洲野猫的体长 最长可达三点五米 肩高最高可达两米以上 体重最重可达一吨以上 它们虽然看上去比较笨重 但是奔跑起来的速度 却非常快 这个大家伙可以以最快 每小时70公里的速度 持续奔跑5公里以上 如果在野外不幸遇到 一头美洲野猫 实际上是非常可怕的 它们在发起攻击的时候 毫无征兆 上一秒可能看上去 还很温顺 但下一秒 就极有可能转身 对我们发起攻击 更可怕的是 即便我们手持远程攻击性武器 也无法将其下退 因为美洲野猫 根本不去怕枪声 枪声越响 它们可能会越激动 同样也会变得更危险 更何况 这种大型野牛 还是群居生活 一旦遭到野牛群的攻击 是相当致命的 第一个 印度野牛 它是世界上 现存体型最大的牛科动物 印度野牛的头体长度 最长可达3.3米 尖高可达2.2米 体重最重可达1.5吨 在视频上看上去 它可能并没有多大 但是当我们实际走近后 你会发现 这个家伙的体型足够巨大 这个物种层遍布 南亚和东南亚地区 它们原产于亚洲南部 通常都活动在一些热带森林中 与其他牛科动物一样 在野外 印度野牛 主要也是靠吃植物为主 尤其四只的下半截都是白色 看上去就像是 穿上了白色的袜子一样 所以印度野牛 也被称为白只野牛 这种野牛浑身布满肌肉 在野外 除了人类 它们几乎没有天敌 并且这个家伙 还是野生老虎 为数不多的对手 在印度野牛的活动区域内 同样也生存着地球上 最凶猛的石头动物之一 孟加拉虎 在野外 孟加拉虎与印度野牛 碰面的机会有很多 虽然孟加拉虎 有能力猎杀成年的印度野牛 但印度野牛 也有能力在抵抗期间 利用尖锐的牛角 杀死孟加拉虎 所以老虎一般情况下 并不会主动招惹成年的印度野牛 通常老虎只会选择捕杀幼年 或者生病的印度野牛 因此老虎还算不上是印度野牛的天敌 然而对于人类来说 如果在热带森林里 遇到这个大家伙 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 白只野牛虽然体型庞大 力大无穷 但它们唯一的一个缺点 就是非常胆小 这一点其实就是 它们最可怕的一点 因为胆子小 就特别容易受到惊吓 在野外 它们一旦受到惊吓 就会使出浑身的蛮力 在丛林里横冲直撞 在这期间 我们的身体 一旦被它头顶上的尖锐的牛角刺刀 是非常致命的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觉得很不错的领导 记得帮黑图点个赞 谢谢 好 第十个 巨型千足虫 它们可能是有史以来 体型最大的陆地节制动物之一 人们第一次发现 这种巨型马路的化石 是在1926年 当时通过观察发现 这家伙长有750条腿 它们可能还是世界上脚最多的生物 这种巨型马路 在当时天敌可能不会很多 因为它们浑身不满盔甲 很难被裂杀 通过分析 它们可能会怕见阳光 应该经常生活在一些黑暗的岩石缝中 还有就是这种巨型千足虫 虽然看上去让人头皮发麻 比较圣人 但实际上 这个大家伙在当时 应该属于一种温顺的动物 因为它们是杂食性动物 主要以一些植物的叶子为食 一般情况下 应该不具备太强的攻击性 好 第九个 邓氏鱼 据科学家分析 邓氏鱼很有可能是地球上 第一个百兽之王 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鱼类 它的体长大约在9米 体重更是高达4吨 这种鱼最惊人的 就是它的咬合力 它的牙齿就像是一个个锋利的匕首 具有非常强悍的杀伤力 据估计 邓氏鱼一口咬下去的力量 可达5吨 它们几乎可以咬碎任何动物的骨骼 更可怕的就是它的口腔构造 邓氏鱼缺少真正的牙齿 但它却经由两个长条 凹凸不平的韧片代替牙齿 这种独特的牙齿构造 可以使它拥有极大的咬合力 可以咬断和粉碎任何东西 同时 它还能够在短短的0.02秒内 迅速的张开大嘴 然后用强大的吸力 将猎物吸进嘴里 再将其粉碎 战斗力非常强悍 据估计 在当时的海洋生物里 邓氏鱼是最顶级的掠食者 在当时 它们主要以鲨鱼和盾皮鱼为食 有时候找不到食物的时候 它们甚至会直接猎杀自己的同类 相当残忍 对了 还有就是人们之所以认为邓氏鱼 在当时可能是百兽之亡的原因 是因为这种鱼 生存在距今约3.6亿年前的泥盆鸡 它的存在 要比陆地上地质普通的诞生 还要早一亿多年 在这个时期 是海洋动物的时代 也可以理解为鱼类的时代 因为此时的陆生动物 还没有大规模兴起 海洋动物几乎在称霸着地球 而邓氏鱼在当时 则是海洋驴最凶猛残暴的食物动物 它靠着坚硬的盔甲 与惊人的咬合力 远远凌驾于其他海洋动物之上 成为当时地球上最顶级的掠食者 好 第八个 巨型古广斥厚 距今4.6亿到2.55亿年前的水生截肢动物 它们与我们上面提到的巨型天族虫 曾经生活在同一个时期 这种巨型海蝎子的体长可达2.4米 它们可能是金化石上 体型最大的水生截肢动物 人们从画室中研究发现 这种巨型海蝎子演化非常迅速 它们遍布世界各大洲 并且适应能力极强 它们可以在海水中生活 好 第七个 炫齿鲨 这是一种嘴巴里长着 螺旋状锯齿的恐怖生物 一眼看上去让人不寒而栗 这种生物曾经生出在 距今2.91年前的二叠纪早期 1899年 一位俄罗斯的古生物学家 在乌拉尔山脉 首次发现炫齿鲨的化石 自打发现这种古生物至今 人们仍没有找到 这种生物的完成骨架 因此炫齿鲨对很多生物学家来说 仍是一个非常神秘的物种 科学家从发现的化石中估计 炫齿鲨的体长 应该可达10米以上 这些螺旋状的牙齿上 有锯齿切鞭 这就意味着它们是肉食性动物 后来古生物学家通过3D扫描 模拟打印出这种炫齿鲨的骨骼 发现大多数炫齿鲨的牙齿 几乎没有太严重的磨损 这表示 它们应该主要以一些软体动物为食 然后再依照炫齿鲨的牙齿 坚硬程度分析 它们在捕食猎物的时候 甚至可以一口直接将猎物贴成两段 非常凶猛 不过以上的那些 都只是人们的猜测 因为这种炫齿鲨 与大多数的已经灭绝的软骨鱼一样 死后整个身体就会瓦解 骨骼很难被完好的保留下来 能留下的只有嘴里的牙齿 所以人们只能通过 仅有的炫齿状锯齿 来推测模拟这种生物的模样 实际上这种恐怖的牙齿的主人 究竟是什么样子 至今仍是一个谜 好 第六个 地鳄 它是地区上曾经出现过的 最大型的鳄鱼之一 这种巨大的鳄鱼 生存在距今大约1.11亿年前的 白鳄级晚期 它们的体长可达13米 最大体重估计超过了10吨 但是它那布满力尺的嘴巴 就长达1.8米 一口吞下一个身高1米8的成年人 毫无压力 不仅如此 这种巨型鳄鱼的嗅觉 也相当发达 即便在水中 它们也能够闻到猎物的气味 第二是一种非常恐怖的鳄鱼 它的口中长有132颗巨大的锥形牙齿 这能够使它们利用强大的下鳄 轻松压碎其他动物的骨骼 仅此一向 就足以使它成为当时地区上最可怕的布施者 再加上鳄鱼天生就是一种善于伏击的动物 这一点让这个大家伙变得更加可怕 在当时 甚至作为动物界的霸主恐龙 也不得不小心翼翼的防着这种大型鳄鱼的袭击 因为它们经常潜伏在水中 如果一些体型较小的恐龙去河边喝水 就很有可能被地鳄一口咬住 并将其拖入水中 将猎物淹死 撕碎 非常可怕 好 第五个 苍龙 它是中生代海洋里最凶猛的海洋霸主 苍龙的体长可达17米 体重可以达到16吨以上 它们生活在距今约7000万年前的白鳄鸡 在这个时期 大陆被海洋分开 地球变得温暖 干旱 恐龙在统治着陆地 早期的蛇类蜜蜂 以及许多小型哺乳动物 也在这个时期开始出现 而苍龙也是在这个时期 逐渐发展成海洋中的霸主 其实苍龙的祖先 原本是一种体型很小的蜥蜴 但由于当时生存在陆地上的蜥蜴 经常会遭受到恐龙的威胁 所以导致苍龙的祖先 不得不重新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繁衍生心 最终 它们选择了海洋 从陆地进入海洋后 整整过了600万年的时间 它们从原本体型较小的蜥蜴 逐渐延化成了体长17米的超级巨蚀 在苍龙的整个进化过程中 海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海洋里丰富的食物 为苍龙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生存环境 才使得它们逐渐的发展成海洋霸主 在这个过程中 苍龙用了500万年的时间 将海洋中的竞争对手赶尽杀绝 它们逐渐变得庞大 且越发凶猛 在当时一度成为了海洋中最顶级的掠视者 非常可怕 好 第四个 巨齿鲨 它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鲨鱼 巨齿鲨的体长约为20米 体重约有90吨 它很有可能是地球上有史以来最大的掠视者之一 经过科学家推测 巨齿鲨可能是地球上 已经发现的咬合力最强的生物 据人们估计 它的咬合力约为20吨左右 其口腔的撕咬力量 甚至超过了霸王龙 战斗力非常强悍 这种巨型鲨鱼 曾经生活在距今 约1500万年前的晚中心市 是当时海洋里的顶级掠视者 科学家从发现的画室中观察到 成年巨齿鲨的一颗牙齿 最长就可以达到18厘米 是目前人类已知所有鲨鱼物种中最大的 它的嘴巴张开 直径可以达到3米 像一些小型的鲨鱼 巨齿鲨 直接就可以一口将其吞掉 由于其体型巨大 这就意味着 它们每天需要吃很多的食物 去维持自己的生存 据化石研究表明 巨齿鲨会捕食许多精类物种 例如海豚 鲸鱼 以及一些鲨鱼等等 这些体型较大的物种 作为主要食物来源 虽然它们的体型巨大 但是并不笨重 在捕食溜的时候 它们可以在短时间内快速游动 然后猛的向猎物发行攻击 通常巨石上 可能会先一口咬到猎物的尾部 使猎物丧失游泳能力之后 再慢慢的将猎物吃掉 非常凶猛 好 第三个 风神翼龙 它是人类已知最大的飞行动物 风神翼龙生存在 约8400万年前的白鹅级晚期 它的驿站可达11米 体重可达500斤 它们站立在地面时的身高 约为5.7米 但是它的脖子就长达2米 体型非常庞大 各位领导可能很难相信 这个家伙可能是霸王龙的天地 确切点说 应该是小型恐龙的天地 这种大脚的先知代谢很快 需要定期进食 庞大的身躯 导致它们需要大量的 蛋白质作为能量 来维持它们的体能 而在这个时期 小型恐龙可能就成为了 风神翼龙的最佳猎士对象 它们虽然是飞行动物 但在捕猎的时候 也会降落在陆地上 因为在空中 根本没有什么猎物 能够满足它们庞大的身体 所需要的能量 好 第二个 鱼龙 这种生物被认为是 第一批能够猎杀 它与自己体型相似的猎物的海洋动物之一 也就是说 它们的战斗力是相当强悍的 鱼龙的牙齿尖锐 生存在海洋中 性情非常凶猛 它们的体长在10米左右 曾经它也是海洋里最顶级的掠视者 至于它的凶猛程度 黑土先不过多地描述了 在这里主要提一下它生活的地方 你知道吗 我们国家的古生物学家 曾经在西藏的珠姆拉玛峰 海拔4800米的高山上 发现了鱼龙的化石 也就是说在很久之前 珠姆拉玛峰 还有可能是一片汪洋大海 那么问题来了 珠姆拉玛峰都被海洋覆盖了 那地球上还有陆地吗 那如果这里没有被海水覆盖过 那鱼龙的化石又是怎么到了这里呢 来想想 曾经的地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 好 第一个 泰坦巨蟒 泰坦巨蟒是人类已知最大的蛇类 这种大蟒蛇 其实就是一种已经灭绝的大型染蛇 它们与现存的亚马逊森染是近期 根据20年在哥伦比亚的 赛雷红煤矿抽土的化石估计 泰坦巨蟒的体长在12到15米左右 其长度几乎与一辆公交车接近 它们的体重更是将近一吨左右 身体最粗的地方甚至可以达到一米 体型要比现存的亚马逊森染大很多 这种大型蟒蛇 早在约5800万年前就已经灭绝 灭绝原因可能是因为气候变化所导致的 因为类似于蛇这种冷血动物 对环境温度都有极强的需求 一旦气温发生剧烈改变 冷血动物就不能够借用环境的温度 来调节自身的体温 像泰坦巨蟒这种大型的蟒蛇 一般都需要在平均气温30到34度的环境下生存 如果稍有偏差 对于它们来说就有可能是致命的 早些年随着气候的不断变化 可能是导致它们最终走向灭绝的根本原因 还有就是这种大型巨蟒 是恐龙灭绝后地球上最大的陆地食物动物 它们曾经称霸地球几百万年 在当时它们的食物主要以鳄鱼 跟一些大型鱼类为主 其实除了以上那些人类已知的远古巨型生物 地球上很有可能至今仍然存在一些 我们从未知道的神秘生物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从以上黑土说的那些大型生物中不难看出 有很多可怕的大型生物 都是生存在海洋里 而我们人类至今为止 对海洋的探索才仅仅为5% 也就是说仍有95%的海洋深处 是我们从未知晓的 我们都清楚 整个地球大约70%的面积都被海洋所覆盖 那些我们未知的海洋深处 究竟生存的什么样的生物 我们从未得知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觉得很不错的领导 记得帮黑土点个赞 谢谢